接下來我們要用圖片 幫各位複習我們怎麼樣去製造氣體 基本上就是這個裝置 我們上面會倒個液體 下面會碰個固體 然後就會產生一個氣體 現在你就要記住 我倒什麼液體 碰什麼固體 產生什麼氣體 倒雙氧水 碰二氧化膜 產生氧氣 倒吸鹽酸 碰碳酸鈣 產生二氧化碳 這個要追行品 小試一裝 這個碗頁叫做什麼碗頁 這個東西叫做什麼 這個東西叫做 這個東西叫做 這個叫做 林厚子 記頭漏斗 你說什麼 記頭漏斗 你說 這碗頁叫做記頭漏斗 這個記頭漏斗呢 有一個注意事項 這個記頭漏斗有個注意事項 好 你這邊有放水 就這個注意事項 注意什麼事 我要你注意什麼事情 我要你注意什麼事 林品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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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是為什麼 我問的是要做什麼事 你多 你答了我 但我要問問題的答案 那個漏斗井要如何如何 然後目的是 巴拉巴巴巴 你看念的是這個目的 一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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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又氣體 然後又意面 什麼叫氣體然後意面 什麼東西 你講什麼啊 不知道 算你沒答對 這個水中盡量接近底部 你剛剛答的這個 你剛剛講的是個答案啊 為什麼 你念的是這個答案啊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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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毅賢 為什麼 避免氣體溢出 然後用適當方法收集 我們國中都教你什麼方法 排水集氣法 我們用的都是排水集氣法 排水集氣法 我有叫你注意一些事 你還記得嗎 為什麼 為什麼一開始的氣體不要收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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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願意今天沒來嗎 謝民歐 為什麼一開始的氣體不要收集啊 你說什麼 你說有其他氣體我也不能說你講錯了 不過我不是這樣教的 我說是因為 還有一個注意事項啊 氣體產生太快要怎麼處理啊 氣體產生太快要怎麼處理啊 加軒 請坐 將導管從水中拔出 這就是注意事項嘛 跟你講過 所以要請你複習一下 第一個 做氧氣做二氧化碳用什麼樣的液體碰什麼樣的固體產生什麼樣的氣體 注意一下用什麼方法收集 注意一下那個收集那個氣體的方法用在什麼氣體上面 注意一下整個實驗的注意事項 肉頭頸要怎麼樣啦 產生太快要怎麼樣啦 一開始的氣體要怎麼樣啦 把這些氣柱 就是你要學會的事情 把該背的背起來 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有關於氣體的一些自備的複習 OK嗎 OK 很好 2 3 4 4 5 3 4